中美的对抗或博弈来讲的话 尤其是美国很爱卡中国大陆 有些科技的这一块 像是太空就是如此 但是中国大陆要自己 照自己的空间站 根据中国大陆载人 航太工程办公室公告 神州17号载人飞船 已经到了全州的发射区 这代表什么 这几天就要来发射倒数的最后阶段 我想特别问一下委员 你怎么看呢 因为神时期即将要发射 那代表什么呢 美国你的打压又失败了 因为美国之前 不让中国大陆加入国际空间站 中国大陆现在 神时期如果真的快要发射的话 它就会跟神时六三名太空人对接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未来中国大陆会从 三舱段变成六个舱段的组合体 你看变成这样变大了 大概是180吨重 神州17号跟神州16号 不是只是一个号码的增加 而是技术上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那同时这个神州17的载人飞船上游区 是要使得这个天宫的天宫战 太空战更大的扩张 它载了很多的物资上面更大的扩张 变六舱段 那美国的太空战在哪里 我们都问问问看 这个国际空间这样快要退役了 要退休老兵 要退休老兵 美国当年是怎么打压中国 是中国说我参加好不好 参加你们的国际台湾 美国都不准 不准 那我们研究部计划上去做实验好不好 美国说不准 好 那中国人正好自己来 所以其实中国这种自立自抢 就是从太空计划开始 像华为这些都是跟着这种精神 闭路蓝驴 遗起山林 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跨过去 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不必自满 但是我们给美国的颜色看 也是为了自己 让自己的太空事业 能够带动整个国力更加的腾生 而且中国的太空事业 要注意避免掉美国的一些 过去错误的措施 因为美国的国际 过去的太空事业 脱离民间太远 跟转成民间商用的比例的有限 现在中国其实有注意到这一块 不能老是用国家的资金 来做太空计划 而没有办法形成一种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的顺向的循环 所以这个太空站 中国有注意到 就可能在阿联酋 烧地阿拉伯 大家来参加 大家来分摊承搬 印度要来 他们也没有拒绝 所以这是个好现象 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天宫中的太空站 但是这也代表说美国的打压失败了 当初你围堵中国大陆 不让它去国际的空间站 我自己中国人就造出来了 如果你让中国人去的话 也许还不会发展突飞猛进 对不对 中国人很疲用 不修理的话不会增长 好就谢谢美国 谢谢美国打压 现在中国自己造出来了 尤其这个 你可以看到天宫未来会怎么样 可能会从土自行 变成这个龟自行 慢慢叠加上去 就会越来越强大 然后呢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印度在旁边也是怎样 说我们也是14亿大国 我们也要中国人的 我们也要 然后莫迪就雄心壮剧说 要在2035年前建立巴拉特里亚太空站 自己要盖个太空站 还说40年前要完成载人登月 但是呢之前的时候 西方不断的吹月船三号 就是印度月船三号 有登月嘛 月球的南极等等 但是呢 中国大陆有一个欧阳自远院士说 大家可能对于西方 对于月球三号有误解啦 第一个呢 他真的没有登到南极这个地方 他整个算完之后 他说其实他着陆点 跟南极的急区真的还有619公里 其实就是还蛮远的意思啦 没关系啦 印度毕竟是中国的邻居嘛 那他就喜欢面子 央央跟中国争 只要在合理的 和情的范围 他努力我们也乐见他的成功嘛 可是他经常有个习惯 就是喜欢做一催二 做五催十 吹牛也变成他的习惯 那我们也尊重他 他如果真的能够在2035 建立太空站 然后在2040年 要能够载人登月 我们也给他祝贺 祝贺跟祝福 因为太空是全人类的 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嘛 是啊是啊 那你印度表现好 我们给你掌声 那当然你表现不好 我们给你吐槽 那可能也许你觉得 会是掌声还是吐槽呢 来聊天室一起聊聊 委员怎么看 因为印度怎么样 西方真的是很爱吹硬吹嘛 说印度啊 就是能够取代中国大陆 但是呢 巴菲特说了一个实话 巴菲特说什么 苹果把制造业 从中国制造搬到了印度 犯了愚蠢的错误 在中国大陆 苹果只需要找一家厂商 就能在六周内 完成整个供应链的搭建 在印度啊 为了制造一款产品 可能需要联络20个厂商 然后呢 还会导致产品延迟上市 他讲的是事实啊 他在中国 比如说你要组装找利讯 或者找鸿骸 或者甚至于找那个什么 华硕 他事后通通通 供应链六个礼拜 通通把你组建完成啊 那你那个 六个礼拜多少 就是一个月半而已啊 那如果你在印度的话 我看 这天芒夜谭 他必须连续找20几个厂商 等于苹果自己把 在中国大陆 在这些中国厂商 帮你做的事情 你要自己弄啊 对啊 对啊 因为印度真的是不好处理 印度是一个很奇怪的民主 他在美国 在任何一个美国公司里面 他由最低阶的 爬到最高阶的 人很多 对 美国科技业很多的 大头们 CEO 都是印度人 都是印度人 连可口可乐 麦当劳 这种一层大牌的里面 也曾经有CEO 就是印度人 是啊 印度人很善于在这种 国际的大组织里面 当到最大的头 可奇怪 印度人在自己印度本国 都搞不出什么名堂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这个 也许他们帮人家打工工夫很强 自己当老板的功力就差很多了 OK 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 是 那这个巴菲特讲的 只有一个现象吗 只有组装苹果手机这种现象吗 多的咧 你印度汽车 你叫他卖到 卖到北的国家看看 谁看看 对啊 可是他印度卖得很好 对啊 因为他有保护作用 他不准别人进口 那现在印度开始在盛行白牌手机 大陆上早期也有白牌手机 就拿了台湾的联花科的这些晶片 在大陆上随便咔咔咔咔 就组织一个牌子在卖了 联花科也设计得很好 你拿去就照图画一弄 就可以把手机做出去了 那白牌手机 不像现在小米啊 华为啊 都是有品牌 都是有品牌的 印度现在白牌手机算盛行啊 那盛行当然 台湾很多的晶片厂商 也赚了一些钱 但毕竟还是白牌的 是 可是印度吹牛的时候 他自己要盖多大的晶圆厂 好吧 恭喜吧 祝福你吧 隔壁邻居不必说太多吐槽的话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存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解控